而Google的股价在礼拜五美国的时候破了一股一千美元的记录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许多人认为未来是零元手机 就是手机是不要钱的 手机靠什么赚钱 是靠它所提供给你的软体购物平台 里头的各种售后服务来赚钱 这个售后服务不是修这个手机 而是比如像你买了iPhone的话 里头的App Store 各种里头不同的软件从里头去赚钱 那么小米机可能因为它一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从提供里头的互联网开始 最后才做硬体 所以它非常来与这个重点 但目前为止雷军认为它一个中国的小公司 它一个根本没有品牌的一个小米机 它凭什么赢这些大的所有的品牌呢 它的方法就是我必须走在你更前面 比你更便宜比你更创新 所以对它而言它下一个梦两个 第一个手机零元手机不要钱 我靠网络服务来赚钱 让你在里头变成 我变成Amazon 我变成Google 这是一个 另外第二个呢 它的做法就是直直走向小米电视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雷军所做的下一个梦 三 二 一 开始了 现在是一分钟 两万八 两万九 三万 OK 三分钟不到 五万只手机成功卖出 这是小米去年创下的秒杀记录 然而尽管手机卖得火热 雷军说得很清楚 它和宏达电不一样 它不靠手机赚钱 而是靠小米机里塞满的软体和互联网服务来赚钱 打开小米机的潘朵拉盒子 在工艺设计上还没有一线大厂的水准 但小米创新手机操作系统 这套米UI界面成为吸引粉丝清新的关键 米UI有许多user friendly的特殊服务 像是防扰服务 若对方响一声就过断 小米机就完全没响一声 这等于对大陆 老是半夜打来响一声就切断 就等你回播的诈骗电话成功防堵 尤其你还能设定电话录音名单 在米UI上设定指定的电话 对方打来时 手机就会自动全程录音 更贴心的恐怕是私信服务 特定人传来的简讯 必须以特殊方法才看得到 立刻让大陆青少年是趋之若鹜 因为女朋友传来的讯息 父母看不到 最妙的是 就算你忘了带手机出门 只要连上小米云端服务 你还是能在网路上直接收发简讯 你把你的心意表达出来 也许某位工作人员就在论坛上注意到了 然后就把这个功用放进去了 就很感觉心里很舒服用的 小米手机设定的新定度和自由化 成为小米机最大的优势 我说我要做的不是一个靠硬件挣钱的公司 我这张桌布挑了两年时间还没搞定的 我们想找一个合适的桌布 但是他们挑出来的所有的都被我枪毙了 他们被我逼疯了以后 办了一个十万人民币的大奖 然后网友投了四万五千个作品 他们挑出来十张 结果没有一张满意 全部枪毙 除了抗软体的信用力来赚钱 雷军这个自嘲自己根本不懂硬体的人 迷迷武器就在网路销售平台 也就是小米人俗称的小费模式 类似苹果的App Store 小米机直接内建一个立刻连上小米商城的icon 但和苹果贩售手机作品商品不同的是 小米商城它什么都卖 小米的吉祥物米兔娃娃一只平均50块人民币 去年就卖了18万个赚进近千万人民币 你听过三星苹果靠卖娃娃赚钱吗 小米就这么做 小米的品牌忠诚度到了什么夸张的程度呢 我们一个吉祥物可以卖18万个了 我们叫小费模式 就是说大家这么喜欢你们的东西 他们怎么来表达这种喜爱呢 买个彩科 买块电池 买个蓝牙耳机 蓝牙音响 买个米兔 所以我们小米网卖了非常多简单的商品 不止商品 举番操控模型飞机 越野赛车的软体你都能买 小米发行米币 一米币等于一块人民币 但米粉买得开心 因为很酷 换句话说 让消费者买了手机 还买其他的东西 而且不管你看广告或是使用服务 都等于为小米赚钱 这就是小米的小费模式 也正是真正赚钱的厉害 但雷军野心不止于此 他想的 是建立像亚马逊一样的电子商务帝国 小米的那个米字 这MI 英文的拼音 就是Mobile Internet 的缩写 这个恰好是这个缩写 其实我们就想办一下Mobile Internet 就是移动货轮网公司 还在上个月 小米又跨界推出电视 和手机一样的模式 把联网电视做到破盘价 但是重点在卖影片提升获利 还推出米联 可以把手机上的影片投送到电视上播 等于让买小米机的用户再花一次钱 又是小费模式奏效 我们不禁想起Google的预言 Google说 未来手机会变成零元 厂商用零元把手机塞到你的手中 但是赚你买不物和商品的钱 这是小米带动的创新 它像中国的亚马逊加Google 自己掌握了软体加硬体 靠硬体赚小钱 软体赚大钱 更是其他困顿酬员的手机大厂 不得不佩服的地方